甘肃兰州一处社区淹水 水量之大 堪称洪水等级 轿车 乡行车 在混浊的水中再浮再沉 甚至水的水流撞在一起 压倒了路边的建筑 或者陷入漩涡中 幸好车内没人 我们去现场进行核实 我们社区长时间以来 就对那个重点区域加大管控 刚刚应急区应急办反馈的信息 是没有人员上网 原来是自来水管破裂 导致淹水达一公尺深 空拍的画面可以看出 淹水范围有点大 不少车辆得绕道而行 景头转到浙江州山的普陀山景区 大雾导致的景区近一万名游客被滞留 因为罕见的大物航班停航 万人滞留 幸好等了三个小时 总算恢复了通航 否则山上的饭店 根本容不下那么多的游客 TVB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